林全新语 云河主持 亲爱的朋友 你好 我是云河 欢迎你收听 林全新语的节目 和我一起度过这15分钟 也愿我们的神 赐下平安的灵 和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从神的话语里 大大的得到属天的能力 云河在上次的节目中呢 分享了我们应该学习 数算神的恩典 实际上呢 我自己的生命当中 就有好多的见证 今天呢 就来和朋友说一说 也算是抛砖引玉 我相信呢 你的见证一定更精彩 更感动人 说起来呢 我和大部分生长在中国大陆的人一样 是生在五星红旗下 受的呢 是无神论的教育 以前呢 一听见人说有神 就认为是封建迷信 我小的时候啊 一直觉得最没文化的人 才会说些什么神啊鬼的 受了教育的人 根本就不信这一套 那么我自己呢 最早听到耶稣这两个字 是从我的祖母的口中 当时我刚上小学 祖母的南方话 我听得半懂不懂的 只大概的明白 这位耶稣啊 是个大好人 他帮了祖母好多好多忙 我的祖母出身贫寒 嫁给了祖父之后呢 生了十个儿子 祖父死得早 所以呢 祖母一生 吃了好多好多苦 这位耶稣呢 好像总在帮祖母的忙的样子 你知道小孩子啊 根本不爱听老人家唠叨 所以呢 我每次被我的父母逼着 听祖母讲这些成年老事 根本就心不在焉 当时呢 我就以为耶稣是爷叔这两个字 就是爷爷的爷 叔叔的叔 心里想啊 祖母说的这位爷叔 大概是跟我的爷爷平辈的 那么一定是祖父的兄弟了 我的祖父死得早 大概是祖父的兄弟经常在帮助祖母 这一大家子人吧 我的祖母 是一位不识字的劳动妇女 她养育了十个儿子 祖父很早就去世了 他们最小的儿子 我的小叔叔 是在祖父去世之后才出生的 祖父去世之后 祖母就帮助人缝补衣服 勉强维生 后来呢 有四个儿子都送到教会开办的孤儿院 真是可惜 我没有仔细听祖母讲当年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只知道他的十个儿子都非常的出色 后来大的几个儿子出来工作 就帮助母亲养家 他最大的两个孩子上了很好的大学 小的四个儿子呢 也都上的是中国顶尖的大学 中间几个送到孤儿院的 后来也都奋发向上 有了很好的工作和成绩 现在想起来呢 还是觉得想不通 祖母一个人带这么多的孩子 怎么可能个个都出色呢 特别是他自己不识字 怎么样来管孩子们的功课呢 我只知道父亲和叔叔们都极孝敬祖母 祖母每天为他们祷告 虽然自己没有文化 可是他每次事先预告的事情都能兑现 儿子们都非常非常尊敬他 祖母在八十年代初去世了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 他就轮流在这些儿子的家里住 有那么多的儿子每月寄给他生活费 他的收入比大学毕业生还要高好多 而且呢他住在儿子家 自己完全不用花钱 应该攒了很多的钱才对 可是他突然去世之后 儿子们在收拾他的东西时 发现他的银行账户的结余几乎是零 以前呢只是偶然听他说 谁谁谁好可怜呢 我给他一点钱帮帮他 大家都没有想到 他连一点钱都没给自己留下 也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帮助了多少人 我这一生的一个大遗憾 就是没有在祖母的生前信主 没有机会听他好好讲一讲 耶稣在他生命中的作为 现在再回想起祖母的很多事情 点点滴滴地串起来 才明白祖母一生靠耶稣才得以渡过难关 神赐给他超出常理的恩典 不但在苦难中保守了他的一家人 让他的儿子们各个出类拔萃 他自己也得到不寻常的恩赐 他虽然不认识字 但是有惊人的记忆力 他到八十岁的时候 仍然保持年轻时的记忆力 他看到的异象 他说的预言从来没有落空过 他一直身体健康 走得很快 没有受到任何的痛苦 我相信 他不但在每日的祷告中感谢主恩 也亲身实践了耶稣的教导 帮助人不夸口 一生没有为自己积累任何的财富 说起来 我看到的第一本圣经是在文革当中 我们家住的房子被造反派占领 成了武斗的前沿阵地 武斗刚结束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敢回家 我和几个小孩子就先跑回去 在满目疮痍 P&D狼藉的家属楼里 各家的乱窜 发现了好多人家偷偷保留的禁书 因为是武斗 人们被赶出家的时候走得很匆忙 没有来得及处理 书就都被武斗的战士们 胡乱地扔在地上 我趁机呢 就收获了好多本禁书 其中有一本 就是黑色皮子的小本的圣经 我带回来打开 发现书页是又黄又旧 一翻呢 就翻到了约翰福音 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我当时只有十几岁 很向往西方的文明 想着圣经是洋人的书 应该讲洋人的事情 怎么一开始就说什么道不道的 道好像是中国道教的书 所以呢 又把这本圣经 随手给扔回了救赎堆里 后来呢 我也和那个时代的孩子们 一样的经历了上山下乡 吃了好多的苦 我下到云南边疆的第二天 就晕倒在地 后来呢 又得了疟疾 没有药治疗 每天发高烧的时候 就躺到下面的河水里去降温 最后呢 动不了的时候 就躺在床上自生自灭 连赤脚医生 也准备放弃我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就突然就退了烧 没打针没吃药 就退了烧 这样的骑士呢 我碰到了很多次 有一次呢 有一条非常非常毒的眼镜蛇 它吐出的杏子 已经舔到了我头上 居然没咬我 我从山上摔下来 只被树枝划破了脸 也没死 也没断了骨头 别人遭到剧毒的热带 黄蜂袭击丧了命 我呢 却只是被钉肿了脸 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幸运的事 比如说我应该坐的火车汽车 出轨翻车 我自己呢 却阴错阳差的没赶上车 有一次啊 被牛用脚从山顶上顶下来 掉下来之后呢 竟然是有惊无险 后来呢 那条牛自己掉下去到送了命 我曾经住在一个闹鬼的房子里 别人都吓得 每晚上都睡不着觉 只有我呢 浑然不觉 当时啊 我只是一个傻愣愣的孩子 不知道害怕 也不追究原因 只有一件事情 我不太明白 就是我的祖母 在万里之外 天天的为我祷告 我不懂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告诉祖母 自己经历的这些危险 可是祖母 好像什么都知道 每次见到祖母 她都流着眼泪说 我知道你吃了好多苦头 我的孙女好可怜的 刚信主的时候 回想到那些苦难的经历 看见现在的孩子们 活得好轻松好自在 有时候心里就觉得委屈 我在祷告中就问主 为什么你让我吃那么多苦 有的人却一生享福 你好偏心呢 神就安慰我说 那些日子里是谁在保护你 我这才开窍赶快说 是你 是你一直看顾我的脚步 你保守我的一生 神啊 我感谢你 神是施恩慈爱的神 他垂听祖母的祷告 不但保守了祖母的一生 也保守祖母的后代 即使对那些不幸的孩子 神也一样的保守看顾 祖母 可怜他在世界上 瞎闯的孙女 神也同样怜悯 他在世界上迷失的羊和人 所以我想 感恩 首先是要好好思想那些 自己在懵懂懂的时候 得到的恩典 才能发现神的慈爱和怜悯 真是无可限量 也无可推诿啊 Zither Harp 慈悲的父神 谢谢你伴我们走过 不平坦的一生 想起在世界上流浪的日子 真是感谢你的看顾 我们今天回到你的家里 再也不会离开 要一生在你的殿中 赞美感谢你的大恩 我们不配地感谢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 他美好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亲爱的朋友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云和也要和你说声再见了 最后云和也告诉你 我有一本叫 《怎样读圣经》的书 要送给你 你可以写信 到电台的地址去要 告诉电台 是云和送给你的 云是天上的云 河是江河的河 好 让我祝你健康平安 也希望你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再见 音乐响起来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